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甘肃省临下回族自治州的下下县 咱们这事从1996年1月25号说起 那一年1月25号已经是春节前夕了 马上就要过年了 这天凌晨何正县下了一场小雪 早上六点来钟 那天还没亮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甘肃啊新疆啊 因为靠西啊 跟咱们东部沿海地区 它这京度不一样 所以太阳上班下班的时间都比较晚 天还黑着呢呀 但是何正县马家宝乡中庄村的回民们 已经在清真寺做完礼拜了 做过礼拜之后呢 沿着自己回家的小路就都准备回家了 突然哪一个村民叫马战彪 哎就看见自家牛圈的院下被扒开了一个窝口 当时马战彪一机灵怎么回事啊 顺着这窝口往里边这么一看 哎呦 牛呢 牛没了 这牛圈门呢 是开在自家院子里边的 等于是在院子里又圈出来了这么一个牛圈 到院子里这么一看 牛圈门安然无恙关的好好的 这也就是说 有偷牛贼在这院墙外边把这墙给扒开了 把牛给偷走了 马战彪气的呀 不行 我得赶紧找村领导去 让领导看看怎么弄 他呢 就找来村长 村长啊 也上了年纪了 在当地啊 是德高望重这么一个人 他一边看着现场 一边就说 哎呀 这贼呀 不是远处的人 他对你家的情况 可清楚着呢 马战彪一听 啊对 我也这么想 拉上自己的儿子 就要去找这个人 走 咱们找他去 村长这时候拦住他了 慢点 再叫上一个人 咱们呢 一起去找 啊 叫谁啊 叫马局长那个大儿子 马战彪一听 就明白了 马局长在村子里边人尽皆知 林夏州公安局副局长叫马特 这马局长啊 已经进城多年了 但是呢 老婆孩子没跟着进城 一直在农村老家 大儿子叫马小虎 你看这名字起的马虎啊 这马小虎呢 22岁了 人高马大 人们就想着叫上马小虎 这也能壮壮胆 避避邪 各位您别忘了 咱们一开始就说了 当天可是下了雪了 那牛你总不能扛着走吧 你扛不动他呀 牵着牛 让牛自己走 那么必然在雪地上会留下蹄子的印 顺着这牛蹄印 就找呗 就看这牛蹄印啊 越过了当地的牛金河 一直顺着山坡就上去了 最后是直指当地的嘎里加设 这嘎是哪个字呢 上边一个奶 就奶智奶氏啊 瓷奶常山赵子龙 就那个奶 牛奶的奶右半边 底下呢 是一个大小的小字 这字念嘎 过去啊 这是嘎里加设 现在您要是看百度地图啊 看什么地图软件啊 您还能找着这嘎里加 现在是一个村子 马战彪父子 马小虎 还有村长 还有另外一两个人 就这五六个人呢 顺着这牛蹄印子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前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呢 叫马嘎撒 嘎也是那个嘎字 这马嘎撒家门前 明显那血缸被扫过 所以看不见牛蹄印子 这时候 村长就跟马战彪说 战彪 叫门 注意 说话客气了点啊 咱们也没有实诚实的把握 马战彪呢 答应了一声 就上前叫门 哎哎哎 有人吗 哎 开门啊 喊了半天 也没人开门 给马战彪替的呀 越喊 这声音越大 等了一会儿 呲牙一声 大门开了 一个老头 长得挺顿式 又胖又壮 这么一人 把门打开 也没好气 大清早的 找谁啊 爷看 这人不是别人 是马嘎撒的父亲 叫马海碧补 马战彪 见着这老爷子出来了 赶紧 换上了一副笑脸 阿爷 牛跑了 找牛来 这马海碧补 一脸的凶象 找牛 你们进来看看 要是找不着 把你们的头割下来 马海碧补啊 可横了 村长 不也在大门外边呢吗 往里边这么一看 嘿 一院子人呐 马海碧补一共五个儿子 五个儿子都成家了 五个儿子在院子里呢 几个年轻气盛的孙子 也在院子里呢 乌泱泱的站着那么一院 都凶神恶煞的 瞅着门外呢 有的穿着蓝色的棉纳衣 有的倒背着手 好像手里边拿着什么家伙事呢 村长心里边一激灵 哎呦 别出大事啊 马上转过身来 就跟来的这几个人 假闻假事的说 你们跟着 看什么热闹了 走 都给我回去 大家一看 这院子里边这么多人 情况不对啊 这村长好不容易 发话可以回去了 那走吧 跟着村长 朝山坡下边就走去了 唯独有一个人 出生牛犊不怕虎 年轻气壮 谁啊 咱们之前提的那位 马小虎 转身要走的时候 故意大声嚷嚷了一句 走 咱们到乡派出所报案去 你们告诫 派出所公安局 谁来了我们也不怕 这家人都太横了呀 马战彪也好 村长也好 马小虎也好 也不敢怎么样 几个人呢 转身就走了 但可没回家啊 直接到了马家宝箱 派出所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 马战彪父子俩 跟派出所的民警说完了 村长又接着说 村长也说完了 大家呢 就看着所长罗锦明 和副所长马胜军 那派出所这俩所长 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村长 还马战彪父子俩 把情况当当当一说 就看着罗所长和马所长 这罗所长 跟马所长 听了之后啊 谁也没说话 就点了点头 马战彪的儿子急了呀 牛肯定让他们家偷去了 要是去晚了 他家就把牛宰着吃了 马战彪也跟着说 哎 我那头牛多好啊 少说呀 也得值一千六百多个钱的 罗锦明 听这家俩说完了 点了点头 哎呀 这事啊 我呢 过去啊 办过他家一个案子 这家人哪 不讲理 太难缠了 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紧跟着马所长也说 老百姓得配合才行啊 十几天之前 我想想啊 就是一月八号那天 我岳父家的六支阳 有人眼瞅着 就让他家偷去了 可是报到公安局 证人怕打击报复 又不敢出来作证了 弄得我们锁啊 也很被动 现在啊 我岳父还埋怨我呢 村长啊 这时候就开始帮枪了 哎 哎 两位 同志啊 这马海逼捕家呀 干下的坏事太多了 借人家的钱 不但不还 还打人家要仗的 这几年呢 光这些大畜生 他们连头带抢的 不下十几头啊 周围村子呀 都不得安生 非得管管他们不行啊 这是催着这俩所长 赶紧下决心的 俩所长其实心里边门清 嘎里加设 一共呢 是十九户人家 八十七口人 这八十七口里边 光马海逼捕家就三十七个人 他们家就八户 咱之前不说了吗 这马海逼捕 儿子就五个呀 他们这一家啊 占了全社人口的将近一半 户大 人多 儿子呢 个个人高马大 又凶横无比 这才横行相礼 就明着欺负人 当地老百姓 那也是敢怒不敢言 琢磨了半天 罗所长终于下定决心了 这事啊 我们得管 只要有人作证 我们非管到底不可 不过 马海逼捕家 人多势众 光我们这两个 光坎所长过去 那也不顶事啊 得让县公安局派人 来支持一下子 马胜军 也早想好好管管 这马海逼捕一家人了 毕竟岳父那边 还治着他的气呢呀 蹭蹭一下站起来了 对 咱们呢 马上到县局去报案 非得把他们家 这股恶风杀杀不可 但说实话 让这几个人 一起行动去报案 他们都害怕 都胆小 哪怕派出所长也害怕 商量好了 分几组人马 分头行动 马战彪父子俩 跟副所长马胜军 分别到县局报案 请求支援 罗所长呢 留在派出所里边 村长呢 返回中庄村照应着 那如此的大洞干戈 马战彪家那头牛 到底是不是让马海逼捕 他们给偷去了呀 还真是 就在这边 分头行动的时候 在马家堡牲畜市场 马海逼捕 晃悠着他那又矮又胖的身子 对人呐还大声嚷嚷的 到我家找牛那几个人 我都得给他杀了 别看这马海逼捕 岁数不小了 这脾气呀 可一点没见收敛 一边说着 你就看那眼神吧 凶狠无比 胡子都已经花白了 你就看那胡子在下巴上 在那抖抖活活的 看上去呀 这马海逼捕 就跟头野兽似的 听见这话的人 谁也不敢吭声 听见当没听见 买卖牲口的这些贩子 哪都认识马海逼捕啊 大家也都知道 这马海逼捕他爸爸 当年就是一个偷牲口的老手 解放之前呢 被西北军阀马步方的兵 抓到了临下城里做班房 一直到快死了 才被抬回家 可以说 他们这一阵 好几代人了 一个擅茬也没有啊 这时候呢 有些个胆大的 也感觉跟马海逼捕家 关系不错的 就回了一句 阿爷 听说人家到县上告起来 这马海逼捕一听 在县公安局的来 也是他娘的找死 说完了 晃晃悠悠 大摇大摆的 就返回了嘎里家社 回去之后 先是见着了自己的三儿子 马安友 还有四儿子 马嘎伟 这马海逼捕 就在那气急败坏的说 县公安局 要来人呢 你们兄弟们 通个气 得早想办法 您听听 面对警方 都是这么嚣张的态度 那这牛是谁偷的呢 就是老五 马嘎萨偷的 咱之前提过这马嘎萨 老大呢 叫马侯吉 这马侯吉啊 找到了老五马嘎萨 公安局的人来抓你的时候 你就跟上我们 一起杀 马嘎萨就说 行 大哥 公安局要是抓人 咱们就把命豁出去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马海逼捕的五个儿子 儿媳妇 加上四个十八九的大孙子 都串通好了 甚至马海逼捕的几个侄子 听到消息之后啊 也都做好了准备 这几个侄子呢 以马黑脉 马他黑 还有马阿里为首 要说起来呀 过去的警察 也挺可怜的 尽管说九六年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么落后了 但是当地很落后 交通不便 也没有现代通讯工具 副所长马胜俊 不是去报案去了吗 想去县城啊 他没车呀 得登自行车 赶到县城 已经中午一点了 马胜俊的家呢 得亏就在县城 先回家喝了口水 踏实口气 给老父母打了个招呼 拿上了一块肝膜 直奔县公安局 此时马战彪父子俩 也赶到了 在县公安局的 直接参与之下 能不能把这案子给结了 到了这嘎里加设 又会发生 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上期节目 咱们提到了 马所长 还有马战彪父子俩 都急急火火的 赶到了县公安局 正值班的是副局长 丁正文 丁正文一听 立刻派县局公安民警 郭建军 贾国伟和马维 去这嘎里加设 县局有车 但是只有三辆车 这三辆车里边 还有一辆坏了 另外有一辆 在外边办别的案子呢 等于只剩下一辆车 直到下午四点过了 才好不容易抽出来 平时都是局长乘坐的 那辆警车 前往马家宝箱 这辆警车呀 是双环牌警车 熟悉汽车的朋友啊 对这个牌子也不会陌生 前些年销量可好了 在当年 那也是河北省赫赫有名的汽车企业 跟长城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这双环最出名的呀 有一辆模仿奔驰Smart的车型 叫双环小贵族 还有一辆模仿宝马X5的车型 可以说就是一比一 等比例超来的 叫双环SCU 上点岁数的朋友 应该都认识这两辆车 总而言之 开着这车 到了马家宝箱了 临走的时候啊 副局长侯为政说 还是我带队去吧 马维同志是回民 正在封斋 就不用去了 车里边呢 也坐不下那么多人 侯局长啊 带着兄弟们 就赶到了马家宝箱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 车也没熄火 摁了两下喇叭 罗所长听见之后赶紧出来了 挤上车之后直奔嘎里夹舍 到了这马家门前 这车自扭一声 可就停住了 马海必捕 跟老五马嘎撒 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 侯局长 带着罗锦明罗索 还有马盛军马索 以及郭建军贾国伟 直奔马海必捕家 司机呢 叫马亭华 也跟在后边 当时啊 马嘎撒的媳妇 叫丁阿西 就站在院子里呢 侯局长上去就问 你家男人们呢 丁阿西啊 也不自声 摇了摇头 都串通好了呀 罗锦明罗索紧跟着问 马嘎撒呢 他哪去了 丁阿西还是不自声 还是摇摇头 这时候啊 马盛军马索 就看见墙角有一堆麦草 那麦草上有血迹 又看见西北角的一间房间里边 有一块大案板 还有一口大锅 直接就冲进去了 往地上一看 有新土茶 找来铁锹 就开始挖这新土 没挖几下 就看见土底下 埋着一块塑料布 塑料布里 包着两个牛蹄子 和一张牛皮 还有点新鲜牛肉 以及牛下水什么的 侯局 找到赃物了 听见马索的叫喊声 侯局 赶过去一看 行了 不用再挖了 我在这儿 守着赃物现场 你们分头去找罪犯 马索带着司机马亭华 就去了马海碧铺 大儿子马侯吉家 这马侯吉 正坐屋里 马侯吉 你出来一下 马侯吉一听 站起身来 就走出来了 马索跟他说 走 去马嘎萨家里边去 马侯吉呢 也不自事 让走啊 就跟着走 马侯吉走前边 马索跟在他后边 这马侯吉 人高马大的 比马索高出去 一个头都不止 这马索啊 心里就有点地方着 别出什么事啊 刚一进马嘎萨家 就听见远处 啪啪啪 三声枪响 马侯吉 这时候听见动静了 转身 就想跑 马索呢 一嗓子就吼住他了 别动 你在这给我站好了 马亭华 你去看看 马亭华 撒丫子 朝着枪响的地方 就跑了过去啊 那这枪声 是哪传来的呢 不是马嘎萨家传来的 是之前咱们提到过的 马海必捕的侄子 马他黑家 传出来的 原来啊 罗锦明 啰嗦 郭建军 贾国伟 他们是到的马他黑家 马他黑的弟弟 马阿里 正在院门里边烧炕呢 大冬天的冷啊 那得烧炕 睡觉暖和呀 马他黑 还有马海必捕的 我儿子马嘎萨 都在离着十几米的地方 站着呢 郭建军上去就问 问这马阿里 你叫什么呀 什么名字呀 我没有名字 这马阿里 说话的声音也不大 但是很明显 有这种抵制情绪 你身份证呢 马阿里呀 也不抬头 接着低头烧炕 随口说了一句 没有身份证 这时候 贾国伟就看见了站在远处的马嘎萨了 马嘎萨穿着蓝色的大衣 大衣后边像藏着什么的 贾国伟不知道是什么呀 就走了过去 走过去之后啊 就要掀开马嘎萨的大衣 这时候马嘎萨从身子后边 抽出来一柄 大蝙蝠子 朝着贾国伟 赢了 刷就扛过去了 贾国伟一看 蹭蹭一下 闪声就躲过去了 抽出枪来 朝着天上 啪啪啪 连打三枪 鸣枪警告啊 照理说一般人听见 鸣枪警告了 看警察都拿出枪来了 该老实了吧 该束手就擒了吧 可不是 马嘎萨拿着这斧子 向着郭建军又砍了过去 建军 小心 贾国伟喊着 又向着马嘎萨身边 连放三枪 再次警告 趁着马嘎萨一愣神的这一刹那 罗锦明贾国伟 郭建军赶紧跑到了大门外边 罗锦明罗所长啊 年纪要大些 落在后边了 没有那俩小伙子民警跑得快呀 这时候 马他黑赶上来 抄起来棍子 一棍子 啪 就打在了罗索的胳膊上 罗索手里的公文包 一下子刷就飞出去了 罗索就倒在了地上 马嘎萨 这时候又赶了过来 别忘了 马嘎萨手里还有斧子呢 举起手来 拿着斧子 朝着罗所长的头 可就砍了过来 那罗所长 能不能躲过这一斧子 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罗锦明罗所长呢 岁数稍微大点了 跑得没那么快 这时候 马嘎萨 举起手来 朝着斧头 朝着罗所长的头 就砍了下来 得亏呀 这马嘎萨力气太大 用力过猛 挥下来的一刹那 这斧头啊 脱了手了 于是掠过了罗所长的头 就飞远处去了 罗所长一看 哎呀 我的个妈呀 这是捡回一条命啊 趁这机会爬起来 又往前跑 这时候 马他黑又赶上来了 拿起来棍子 朝着罗所的脑袋 砍 就一棍子 一下子 罗所长就跌倒在地上 马他黑紧跟着 朝着罗所长的腿 砍砍砍 又连打了三下子 这边打着呢 那边啊 马嘎萨的四哥 马嘎尾 也过来了 一棍子 打在了罗所长 左边的耳朵上 耳垂 啪的一下 就撕裂了 罗所长 也顾不上疼 也顾不上 身上流下来的血 咬着牙 爬了起来 不顾一切的 朝着邻村赵家舍 就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啊 贾国伟 朝着另一个方向 往乡政府跑 后边啊 五个人 拿着棍棒 拿着铁锹 在后边就追 打中了两棍子 其中啊 有一棍子 把贾国伟的帽子 都给打飞了 但贾国伟呢 是转业军人 身体条件 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 你说现在一个人 能对付五个人 那对付不了啊 撒丫子跑 还是没问题的 那五个人 还是追不上 司机马 停滑 本来是赶过来 看看情况 一看 不对啊 这家伙 正儿八经警察 都打不过他们 我更没戏啊 转过身来 撒丫子 就往乡政府 报案去了 听到枪响之后啊 早就有预谋的 这马氏家族 从四五个院子里边 纷纷的拿着凶器 可就出来了 在马海逼捕的院子里 马胜郡马索 也没见马亭华回来 就着急的赶到房子后边看看 院子里边的老大马侯吉 趁着这个机会 上去 把年过半百的侯局长 拦腰可就抱住了 蹦蹦一下 把侯局长就摔倒在地上 侯局长这么大岁数了 哪是这马侯吉的对手啊 这时候 马侯吉他妈 马海逼捕他媳妇叫敏露 给自己这大儿子 拿了把菜刀过来 嘿 这马侯吉 抄起来菜刀 朝着侯局长的脸上 啪就一刀 侯局长那血呀 咔就出来了呀 马所长赶回来之后 这么一看 哎呀 了不得呀 赶紧上去 抱住马侯吉的脖子 这时候马侯吉他妈敏露 又用菜刀蒙砍马胜郡的后脑勺 马所这后脑勺 他也是骨头跟肉做的呀 他夹不住这菜刀在那蒙砍呢 要说起来敏露这老太太 那也是真狠啊 马所流血倒地 这时候马侯吉又捡起来院子里边的木棍 朝着马胜郡蒙打 老五马嘎撒的媳妇丁阿希 咱之前不提过吗 这丁阿希呀 也动起来了 跟马他黑的媳妇沉迷姐 这俩人一人拿着一根棍子 也朝着马所身上乱打 侯吉一看 挣扎着爬起身来 亮亮呛呛的 朝着外边的警车就跑了过去 老太婆敏露一看 好啊 还想跑呢 抄着菜刀 从后边可就追过去了 这时候啊 正好老五马嘎撒 从马他黑家赶过来 从后边追上了侯吉 朝着侯吉的后脑勺 啪 又是一斧子 侯吉这时候没办法了 掏出枪来 这枪刚一掏出来 马海逼捕的孙子 马卡英上去 把侯吉就抱住了 在挣扎过程之中 这枪啪 响了 打中人了吗 打中了 打中谁了呢 打中了 马卡英 不过呀 只打中了他的小拇指 马家人一看 侯吉动了枪了 嘿 男男女女的 马嘎撒 马麦来也 马嘎拜 马哈麦里 马法土麦啊 就这几个人 咱也甭管谁是谁了吧 反正就马家 这一帮儿子孙子们 一拥而上 把侯吉就摁在地上了 随后从自己家赶来的马鞍友 拿过来老太婆 敏露手里的菜刀 朝着侯吉的头部 一刀一刀的砍 郭建军这时候也跑过来 要救侯吉长 这老三马鞍友 上前一下子 又把郭建军给拦住了 郭建军呢 戴着眼镜呢 这马鞍友上去 二话不说 棒棒两拳 把郭建军这眼镜 可就打飞了 眼镜一飞 看不清楚了呀 这时候 侄子马他黑赶过来了 老头马海逼捕 指着倒在血泊中的侯局长说 你们哥俩 不帮我们打 就这个下场 知道吗 马他黑一听 哎呀 不行啊 我们得卖点力气呀 要不这老爷子 得把我们也给弄了呀 马他黑呀 立刻拔起了一棵树叉子 朝着郭建军的腰上 一下子一下子的打 马他黑的弟弟马阿里 也抡起来木棍子 打这郭建军 马鞍友呢 又拿过来盯阿西手里的扁担 各位扁担哪 那玩儿多实在呀 向着郭建军的脑袋 猛打三下 郭建军 晕倒在了地上 这时候啊 受了重伤的马所长 在那上气不接下气的 喊着 别打了 要出人命了 别打了 一边呢 就挣扎着 想爬起来 朝着马海碧布家 大门外边的那坡底下 可就跑过去了 但是受那么重的伤 跑不快呀 老大马侯吉 从后边赶上来 一棍子 把马所长就大翻在地 马所长又挣扎着爬起来 朝着河滩跑过去 马海碧布 两个十八九的孙子 一个叫马嘎英 一个叫马赛飞游 还有侄子马他黑 这仨人也追过来 马所长这时候 逃出枪来 反过身来 连开两枪 打中了马嘎英的右小腿 马嘎萨拿着木棒 马嘎尾拿着石头 马黑麦 举着木榔头 丁阿西也端着铁锹 嘿 这马家甭管男女老少 一下子都出来追着马所跑啊 马胜郡所长 能不能顺利的逃脱 咱们上期节目说了 马所已经身受重伤啊 这马家人还没完呢 男女老少都在后边追着马所啊 马所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了 中庄人救人了呀 您各位该说了 马所长有枪啊 到这时候了还不开枪等人吗呢 马所也回过头来想开枪啊 但各位别忘了 警察出警的时候 这枪里边没几发子弹 再想开枪 枪堂已经空了 这可怎么办呢 眼瞅着就到了河那了 河上啊 结了厚厚的冰 马所一下子就跳到了这冰上 得亏这时候啊 有三个人过来帮忙 跑最前边的叫马主马 这马主马是谁呢 是马战彪家的一个亲戚 正好去马战彪家走亲戚了 遇上这事了 这不就赶紧过来帮忙了 本身马主马呢 也是个复原军人 马主马后边 就是马战彪的儿子 十六岁的一大小伙子 再后边又跟上了一个胆子大点的 热心茬的中庄村的村民 他们呢 先是一块一块的扔石头 就拦住马海彼部家这几个人 老四马嘎尾被石头砸了一下子 砸的还挺重的 就停了下来 马赛飞游呢 带头冲下了河滩 一把抓住了马所长的衣服 就想夺马所手里的枪 马所急忙把手枪就扔向了马主马 马主马刚一捡起来 马嘎撒可赶了过来 朝着马主马 棒棒就是两棒子 手枪又被打飞到了冰面上 马赛飞游抢过来手枪 又压住了马所 又抢马所枪套上的子弹 马所呢牢牢的护住这枪套啊 马赛飞游抄起来一石头块 朝着马所的手 一石头一石头的砸 马所呢 死死抱住马赛飞游的双腿 打算把枪夺回来 马赛飞游又用那枪板 砸马所的头 马所啊就是死不松手 这时候丁阿西也过来了 拿着铁锹 大马所的胳膊还是不松手 老四马嘎尾也赶到了 朝着马所的头部 又砸了一石头 马所血流满面 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瘫倒在了冰面上 鲜血呀 把整个冰面都染红了 这老马家一看 把警察打成这样了 也怕出大事 着急忙慌的 又朝着嘎里夹设退了回去 马主马呢 跳下河滩 背起马胜郡马所长 向中庄村的亲戚家 就跑了过去 再说马家这几个暴徒 马嘎萨 马嘎尾 马黑麦 马他黑丁阿西 这四男一女 在返回家的路上啊 正好经过 猴局长开过来的 那辆双环牌警车 老大马猴急 手里边拿着大蝙蝠 老头马还弊捕 手里边拿着木棒子 猴局呀 还躺在警车附近 哎呦呦呦的声音着呢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战是站不起来了 这时候那老东西马海必捕说 这个还活着呢 杀了 老大马猴急 一听自个儿老子下命令了 朝起来斧子 朝着猴局的额头 啪 一覆头下去 猴局长 脑僵崩裂 壮烈牺牲 紧跟着 马海必捕的孙子 马嘎英 把猴局的手枪 就拿到手上了 因为之前 在挣扎过程之中 猴局那枪 不是打着了 马嘎英的小拇指了吗 这回马嘎英 瞪着猴局 这个怂货 我还你一枪 大大大 可是 大大的抠了好几下扳机 这枪啊 竟然没响 老大马猴急 从这猴局长身上 拔下来咖啡色的 泥子短大衣 衣服里边啊 有五百块钱现金 还有工作证等物品 老三马安友呢 抽走了猴局腰上的皮带 把这财物掠夺干净之后 这群没有人性的东西 又拿石块斧头 朝着那辆警车 一阵乱砸 咱们再说另外一边 贾国伟和马廷华 跑回了乡政府 郭建军呢 因为受了伤了呀 跑到了卫生院 他们呢 先后用电话 向何政县公安局 通报了情况 可是 这一打电话 打不通 怎么回事呢 县公安局呀 当年也不富裕 因为经费短缺 电话欠费停机了 这可怎么办呢 再一想 哦对 何政县公安局对面 是养路费征集站 得了吧 把电话打到那去吧 让那帮忙传个信吧 接完了电话 人家征集站的华务员 立刻朝着县公安局 就跑了过去 值班的是刑警队长 叫张胡 见着张对了 这华务员就说 马家宝来电话了 说你们去的人被群众围攻了 说完你不能耽误正事啊 又赶紧回征集站去接电话去了 当时正好是晚饭时分啊 局长也下班了 大部分民警都下班回家了 张对啊一听 也不知道现场是怎么个情况 不知道有多严重 该不该向局长汇报啊 这时候 那个华务员 刚回去 屁股没坐稳呢 又接着电话了 火急火燎的又跑了回来 哎呀问题很严重 你们去马家宝的人 被砍了 张对一听 哎呦了不得呀 赶紧跟领导打电话汇报吧 哎呀 坏事了 局里这电话停机了 那那那什么同志 我跟你去你们站打个电话吧 张对呢 跑到了征集站 分别给教导员杨永昌 和副局长丁正文 打电话通报情况 过了十分钟 杨教导员就赶过来了 丁局也赶过来了 事情紧急 他们分别打电话 向县委和州公安局汇报 又跟县委办公室 借了一辆吉普车 俩人呢 又叫上了张队和民警赵建林 赶往百里之外的马家宝 再说此时此刻的马家宝 嘎里夹设可了不得了 人间炼狱呀 在这嘎里夹设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海必捕这家人 到底想干什么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马海必捕这一家人呢 是彻底疯狂了 这嘎里夹设可成为了人间炼狱 这马海必捕家这一伙暴徒 杀了警察之后 也就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了 川家入户是烧杀抢掠 他们呢 先到了同村的马赦牧家里边 马侯吉 马塔黑 马卡英 马阿里等人 堵住了马赦牧家的前门 马安友 马踪撒 马松松 马哈迈等人 冲进了后门 首先碰见的是马赦牧的儿子 马爱友布 这孩子只有十四岁呀 这马爱友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们刚想问你们来干嘛 话还没出口呢 马安友 抄起来斧头 朝着这孩子的头 啪就砍了过去 可怜的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呢 到地而死 紧接着 这一家子畜生 从前后门 鱼贯而入 朝着门窗 玻璃 夹具 一阵乱砍乱砸 马赦牧一看 大事不妙 跳进厕所的深坑之中 这才 逃得一命 马赦牧的儿媳妇 马赦牧啊 跑得慢了一点 马松松 追上去 拿着棍子 朝着马赦牧的后腿 连打三下 马赦牧 这腿让棍子一敲 可就摔在地上了 马侯急追了上去 抄起来刀子 朝着脖子后背 连刺三刀 把马赦肃就残忍的杀害了 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连杀两条人命 随后呢 进到屋里 见没其他人了 但是房间里边有现金 两万两千五百块钱 把现金掳走之后 把马赦牧家的一桶清油 就泼在了家具上 然后放了一把火点着了 马赦牧家 着起大火之后 马赦牧家这群人呐 乌洋洋的 又冲到了马来者部家 还是一阵大杂烧杀呀 砸坏门窗 砸坏玻璃 马安友 拿着斧子 率先冲进屋子里边 马来者部的妻子 还没反应过来 就让马安友 一斧子砍倒在地上 紧跟着朝着马来者部 又砍了两斧子 把他就活生生砍死 砍死马来者部 马来者部 还有七十五岁的老母亲呢 又抄起来斧子 砍了马来者部的母亲 随后呢 还是那一套放火 点着了草垛 这一家烧杀抢掠完之后 又来到了马哈部家门前 马哈部的儿子马黑牙 正好从家里边跑出来 马他黑一看 抄起来石头 啪就扔过去了 就打中了马黑牙的腰 马黑牙也顾不上腾 逃到了草垛前边 但这时候马侯吉 已经在那守着呢 抡起来斧子 朝着马黑牙啪一下子 一斧子 就把马黑牙给砍死了 随后冲进马哈部家 又是一阵打砸抢烧 马恩友呢 把马哈部一斧子砍倒在地 紧跟着又连砍了几下 这马哈部 惨死当场 马侯吉 拿起来一把羊狗 打马哈部 妻子的头和腰 随后又抄起来刀子 朝着马哈部 妻子的胳膊上 啪就一刀 就给他定在那 马哈部家呀 有一杆土枪 马恩友 把这土枪拿走之后 又是一把火 就点着了 随后来到了第四家 马友补家 马友补家 已经知道出了大事了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 拿着铁锹堵在门口 殊死抵抗 马友补呢 拿着斧子堵住窗口 这时候啊 马侯吉在外面 拿出枪来 啪就一枪 透过窗户 可就打中了马友补 紧跟着马恩友 又扔进去一把斧头 砸在了马友补的头上 嘎里加设 一共就那么八十多口人 十七户人家 这里边有一半 是这马海必捕家的人呢 剩下这一下子 又烧杀抢掠了四家 等于把整个村子都给毁了呀 在嘎里加设 犯下了累累罪行之后 马海必捕家族的老弱妇女 开始分别逃跑 他们也知道 等着他们的没有好果子 马侯吉 马哈迈 马安友 马嘎尾 马嘎撒 这哥五个 决定啊 咱们先别跑 去马家宝集上 咱们抢点钱 抢点好东西 咱再跑 路上呢 要路过一个村民家里边 这个村民 叫马基勒 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 叫马基勒不在家 他妻子在家呢 他的妻子啊 叫马公法 于是 这哥几个临时起义 冲进去 把马公法围起来 这一顿打呀 打伤马公法之后 抢了一千元现金 然后一把火 把马吉勒家的房子和草垛 就点着了 接着 他们就往马家宝集市上走 又路过邻村赵家社 马安友呢 向赵家社的村民赵六六 索要斧头 要当做凶器 但是赵六六啊 人家一口拒绝了 马安友跟马侯集 刚才杀那么多人了 杀红眼了呀 敢拒绝我们 刚才我们那斧子 砍人砍的用不了了 跟你借把斧子不行是吧 这俩人上去 一个拿刀 一个拿斧子 啪啪五六 把这赵六六可就砍死了 随后把赵六六家的斧头就抢过来 马嘎萨呢 又拿着棍子 打伤了赵六六的妻子 石英花 他们呢 可以说是一路走着 一路威非作歹呀 村民李永兰家的大门 被他们一脚踹开 马安友他们一看 院子里边没人 那算了吧 随后呢 马安友又领着几个暴徒 冲进了村民赵福祥家 跟赵福祥啊 要他那杆猎枪 结果到赵福祥家之后 又是人去怨空 因为这几户人家 已经知道出了大事了 赶紧跑吧 赵福祥家没人 这一帮人呢 又来到了赵嘎军家 赵嘎军家门前 这赵家人进行了 殊死的抵抗 先是赵嘎军 被这一伙子人 一棍子打倒了 但是赵嘎军 咬牙又爬了起来 又跟马嘎撒 打在了一起 赵家人 赵金才 赵嘎龙 赵红娃 赵世华 赵玉露等人 拿着棍棒铁锹 跟几名暴徒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在搏斗之中 赵金才 被马鞍有砍死 赵嘎军 赵红娃等六名群众 都在搏斗之中 受了伤 当然 马家那五兄弟 这五名暴徒 也都受了伤了 伤的呢 还挺严重 你再去马家堡 抢劫去 估计是抢不了了 到那得让人活活打死 于是 这哥五个 又返回了 嘎里加设 准备前逃 至此 这马海 碧布家族 在这一天时间之内 杀死民警一名 杀死无辜群众七名 重伤民警和群众七人 轻伤七人 砸坏警车一辆 烧毁房屋 十四间 还抢去了 价值不菲的 大量财物 那么 这家人 到底 要逃到哪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马海 碧布一家人 跟疯了似的 一天的时间 杀了一名民警 杀死无辜村民七人 重伤民警和群众七人 轻伤七人 当天晚上七点五十分 警车 呜呜呜呜呜呜的 可就来到了马家堡 中庄村 到了村头的时候 这车 自妞就停下了 临下州公安局副局长马特 带着四名民警 跳下了车 就见嘎里夹舍 火光冲天 和这边 就是中庄村的 黑呀呀的一片人群 都在那观望 看热闹 这时候啊 咱们之前提过的 马特的儿子 马小虎 从人群里就跑过来了 爸 你别去了 马海必捕他们家人哪 要来杀我们 你先回家 别管我 说完了 马局长呢 带着人开车 直奔乡政府 此时 何正县公安局教导员 杨永昌 刑警队长张胡 民警胡文正 赵建林 已经赶到了这乡政府这了 正在卫生院 还有邮电所 分别正在向包扎的贾国伟 郭建军等人了解案情 马局长带人赶到之后 正在听取杨教报告案情的时候 何正县公安局副局长丁正文 丁局带着三十名公安案警 还有十二名县武警中队的武警 也赶来了 马局啊 立即决定 分三个组 同步行动 丁局呢 带领着抢救组 赶赴现场 第一是救人 第二是灭火 杨教导员带领 勘察保护组 保护和勘察案发现场 张队带领调查组 了解案情 还有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 侯局的遗体已经被拉回卫生院了 丁局啊 看着自己这么多年的老兄弟老伙计 抱着侯局的遗体在那是气不成声 马局看着这些呀 也是满腔的怒火 行了 别哭了 要尽快的抓住罪犯 咱们再来说罗所长 罗所长当时受了伤之后 不是就跑到赵家设了吗 此时此刻 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 鲜血啊 把枕筋床单全都染红了 张队他们带人赶到这的时候 总算是找到了罗队 在老百姓的帮助之下 把罗队送到了卫生院 及时救治 马舍牧的儿媳妇还怀有身孕呢 被发现的时候啊 后背上插着一把刀 早就断气了 也被抬到了香卫生院 此时此刻 临下州公安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逐级上报案情 并且成立了以州公安局局长为首的指挥部 负责全局的指挥调度和后勤保证 此时此刻 得知案情的省公安厅副厅长 带着五名处长 还有多名警力 从兰州连夜开车直奔马家宝 晚上十点左右 合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 也赶到了马家宝乡政府 立刻和马局组成了一个现场指挥组 一边指挥现场抢救和调查工作 一边开始开会 研究侦查和抓捕方案 26号凌晨两点左右 临下州公安局副局长 拉正义赶到了马家宝 省厅师傅厅长他们 也带着人赶到了 屋子里里外外 全都挤满了人 马局呢 特意把自己的家腾出来 当作临时指挥部 与此同时 临下州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 御审科副科长 按照局长的指示 也赶到了合政县公安局 连夜查证罪犯档案 了解罪犯的亲属 以及全部的社会关系 第二天清晨 临下州武警支队 派来了一共四十多名武警 把作案现场全部封锁住了 勘察组从现场查出了全部脏物和一部分凶器 武警战士从马海逼捕家搜出来了七百七十五颗海洛因 这也就说明这一家人杀人之前不仅是偷牛偷羊 而且还贩卖毒品 调查组查清 涉案罪犯一共二十四人 从合政县公安局查出了他们的档案资料 照片体貌特征 以及一部分社会关系 指挥部又立即通知临县公安局了解逃犯行踪 在多处设卡堵截 又印成了通缉令发往各地 临下县公安局接到临下州局通知之后 立即设置了十一处卡点堵截罪犯 并且派人赶到了和马家宝交界的黄泥湾 曼露等三个厢进行重点搜捕 二十六号傍晚的时候 曼露乡的村民反映了一个情况 说曼子川村去了四个可疑的女人 临下县公安局长立刻带人前往曼子川村搜捕 二十七号凌晨抓住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丁阿西 一个是马哈迈里 这丁阿西咱们已经不陌生了 是老五马嘎萨的媳妇 那马哈迈里呢 是老大马侯吉的媳妇 这两个女人可都是参与杀人的凶手啊 但是当时村民反映是有四个可疑女人 现在只找到两个剩下两个人去哪了呢 不见踪影了呀 一开始审问这两个女人 丁阿西她们呀 还闭嘴不说 一个字也不交代 经过再三审问 这两个女人才勉强交代说 那两个人去了东湘县马海避布的女儿家 125大案县场指挥组马菊 立即通过州局指挥部 指示东湘县公安局抓捕逃往东湘县的案犯 并且派何正县公安局副局长田玉海 带着县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赶往东湘县协助 等田局他们赶到之后 东湘县公安局早就组织警力 封锁了案犯藏匿的村庄 州局民警 武警官兵 以及省厅的工作人员 这时候也陆陆续续赶到了 马海避布女儿家村外的路边 东湘县公安局的民警和田局他们 拦住了一辆东风货车 这时候从县城方向开回来的拦住之后 车上下来一中年人 站着兢兢的 这一问 竟然是马海避布的女婿 刚从东湘县城 打探动静回来 到底有没有罪犯藏在他家里呢 他会不会配合警方的行动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拦住了一辆东风卡车 让车上这人一下来 是一中年人 嘿 拦得真准 这人是谁呀 马海避布的女婿 原来呀刚从县城打探动静回来 被警察一控制住 这女婿呀也就撂了底了 他说呀 马海避布的孙子马嘎英 就躲在他家里呢 东湘县公安民警和田局他们 立刻带人进村包围了马海避布女儿的家 冲进大门之后 田局先躲在墙边 朝着屋里边喊 家里有人吗 田局为什么躲墙边啊 那是一伙疯子呀 那不得小心谨慎呢 这时候屋子里边走出来一个小伙子 田局上去就要抓捕 这时候马海避布女婿一把拉住的 不是马嘎英 田局这时候把枪栓也拉 我倒 我要开枪了 马嘎英 你出来 马嘎英呢 这时候在屋里喊 你们不要开枪 我出来 你出来 你出来我们就不开枪 说完田局一个剑步 就窜到了马嘎英躲藏的房间的门外边 马嘎英刚一迈出房门 东湘县公安局指导员 早就藏在房顶子上 从房顶子上呼拉抄就跳下来 从后边把马嘎英扑倒在地 田局呢 同时从后边扑上紧紧的压住马嘎英 东湘县公安民警全都冲上来 一副亮闪闪的手铐 啪就靠在他的双手上 经过审问得志 马嘎英在这呢 马黑麦 还有马黑麦的妻子 躲在邻村的亲戚家里边 至于其他人 马嘎英说不知道 东湘县公安局 和临下州公安局的公安民警 还有省厅的工作人员 来不及歇脚啊 立刻又赶到了 邻村的那个亲戚家里边 秘密的包围住了 在那亲戚家里边啊 马黑麦正跟媳妇坐炕头上喝水呢 是啊 白天烧沙抢略忙活了 一整天也累了呀 这时候那大门 啪 被一脚踹开了 田局冲进去 掏出枪来 可就顶住了马黑麦的太阳穴 不许动 后边跟着的民警 分别给马黑麦夫妇 戴上了手铐 前后一共没多长时间呢 这就抓捕了四名重要罪犯 听说消息之后啊 省厅副厅长 从东湘县公安局打电话 让马特副局长 赶往东湘县看守所 去查看刚刚抓获的四名罪犯 见着马特之后 这几个罪犯呢 都跟他打了个招呼 马特爸 斯林 马局呢 也没坑气 沉着脸就走了 省厅的石厅长 老家是山东 山东人听不懂当地临下的话 出来之后也纳闷问马局 刚才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向我问好呢 这个时候了还问好呢 他们怎么叫你爸呀 论辈分呢 我是他们叔叔辈 我们临下管叔叫爸 马海碧普家呢 原来也住在中庄 和我包括跟中庄的很多乡亲 都是同一个祖宗 石厅长一听 严肃的做了指示 越是这样 越是要迅速的查找线索 追捕逃犯 石厅 你放心吧 我一定秉公执法 尽快完成任务 说完了 马局啊 拿了一斤半的熟羊肉 砍着俩肝膜 迅速开车 赶回州公安局 他呢 向州局局长做了汇报 随后也向局长传达了 石厅长的指示 凌晨四点 又马不停蹄赶到了 马家宝现场指挥部 此时此刻 嘎里加设的大火 已经被扑灭了 周围二三里的地方 也全都被武警控制 封锁住了 受了重伤的伤员 全部被送往医院抢救 马家宝乡政府 卫生院 邮电所 和马局家里边 全都住满了武警和公安民警 但是大晚上哪有那么多床 能让大伙躺着好好睡一觉啊 大家没办法 台阶上也是人 板凳上也是人 穿着衣服 坐着能眯一会儿就不错了 马局的老伴 还有马局的儿子马小虎 忙里忙外的烧水做饭 招待着这些民警和武警 有这么多的警察在 心里啊 也踏实下来了 马家宝乡的乡亲们呢 这心里也踏实了 甭管怎么说 这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呢 马海必捕家再混蛋 他也不敢来这儿了呀 大家都心甘情愿的 拿出家里边最好吃的 最好喝的 招待着警察们 28号上午11点 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 翻山越岭的 跑到了马家宝 一到了马家宝就问 谁是马特巴 马局一听就迎上去了 我就是 有什么情况啊 快说吧 那个女同志啊 上气不接下气 我那两个舅舅 不 两个杀人罪犯 马塔黑 还有马阿里 跑到我家 要吃的 我家害怕 我偷着跑来了 哦 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摇沟岭 我家里 马局一听 立刻叫上省厅 以及何正县的一部分民警同志 迅速到摇沟岭附近的马家河集结 设置了六个卡点进行堵截 中午12点左右 马局命令州局行政科副科长姚峰 以及何正县刑警队长张胡 带人呐前往摇沟岭 抓捕逃犯 临出发之前 马局把姚科长叫到跟前很严肃的说 姚峰 我知道你身体不好 可这是特殊情况 罪犯要是逃了 我要处分你 马局 你看我的吧 说完了 姚科呀 拎上了一杆微型冲锋枪 和张队他们朝着摇沟岭进发 下午一点来钟 姚科长 张队他们 就赶到了罪犯马他黑外省的家里 立刻从四周围就包围上了 张队手枪上膛 进了院子进行搜寻 一掀门帘 就看见一只鸡 杆杆的叫着 藏栏可就飞出来了 张队一闪声就冲进去 四处这么一看 房子里面空无一人 就只见炕桌上的茶水呀 还冒着热气 这就说明 这户人家的人刚走没多远 赶紧追 村里的老百姓也反应说 马他黑马阿里这兄弟俩 刚刚朝大谷台方向去了 按时间来推算 顶多也就能走出二里路去 可没想到抓捕马他黑和马阿里 还是费尽周折 这俩人到底躲哪去了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到了屋里一看 人是没了 但是桌子上的茶水 还是热乎的呢 这证明没跑远呢 赶紧追吧 有村民也反应 说刚才看见他俩了 按时间来推算 顶多走出去 也就二里路 姚科和张队 他们通过对讲机 跟马局做了报告 马局立刻下令 从摇沟岭 板草岭 南阳山 普家庄 四个方向四面包围大谷台 再说这马他黑哥俩吧 俩人呢 现在已经是慌不择路了 翻过板草岭 就是买家吉 买家吉 从古时候起 那就是当地的一个大吉镇 只要到了买家吉 也好躲 也好逃 可以坐汽车 逃兰州 也可以往南翻越太子山 经过甘南地区 再到四川 想的挺好 可是刚一爬上山梁 就发现几个民警 朝着这岭上就走了过来 给他俩瞎的 不好 有警察 赶紧掉头跳下山沟 朝着南洋山逃窜 这时候几名民警 也发现他俩身影了 但是再追上去 已经无影无踪了 随后啊 通过对讲 向马居汇报 报告马居 刚才在板草岭山梁上 发现逃犯 现在不见了 现在不见了 马居一听 用对讲机下了命令 各路搜捕人员注意 各路搜捕人员注意 逃犯就在包围圈里 严加搜寻 缩小包围圈 一定要把他们抓住 从下午一点 一直到下午五点左右 马他黑马里这哥俩呀 就在包围圈里边 是逃来逃去 可就是跑不出去 因为所有的重要关口 都被守住了呀 刚想坐下喘口气 这时候 喂 你看 喂 怎么这么多呀 怎么回事啊 好几路公安 向他们包围过来了 这俩逃犯已经精疲力尽了 根本动弹不了了 挣扎着站起身来 公安民警是步步紧逼 他们想跑 那跑不了啊 这时候一名民警 蹭蹭的可就跑过去 把马他黑扑倒在地上 其他人赶紧上去 把这兄弟俩就给抓住了 又抓住两名罪犯 马局呀 也很振奋 通过对讲命令 给他们带上脚料 严加看管 突击审讯 这一就地突审 这兄弟俩交代说了 他们呢 本来是跟马海逼捕的五个儿子 还俩孙子一起逃出嘎里夹设的 但半路上就被他们给甩了 马他黑还感慨呢 哎 人家是一母同胞 我们俩是侄子 隔着一层来 少啰嗦 赶紧交代 马嘎撒他们逃到哪去了 这俩人呢 摇了摇头 也不吭声 这时候啊 给马局气的呀 掏出枪来 说不说 不说 我直接把你们崩了 马阿里呀 这时候有点害怕了 你别生气 把我们送回老家再墙壁吧 我们说 我们听他们说过 要到太子山拱北去 这时候 一名村民也跑来报案 二十六号晚上 这个村民呢 看见了马嘎撒带着六个人 到了马家河 他的岳父马中孝家里边去了 马局一听 立刻带人开车 赶往马家河 把马中孝叫到乡政府 突击审问 到了晚上 周公安局 御审科副科长 王丰林 给马局报告 马局 马局 马中孝已经交代了 马嘎撒等七名罪犯 确实到他家去过 后来 向拱北方向去了 马局 又立刻 点了二十六名 公安干警兄弟 向着近太子山的 碧京之路 买家级方向 赶了过去 同时 通过电话 请求周武警支队 派武警前来增援 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 他命令 民警和武警 全部到买家级旁边的 新营乡政府集结 就在马局 指挥民警 抓捕马他黑和马阿里的 同一天晚上 马他黑的妻子陈弥姐 在临下县 于林乡东沟村 也被抓获了 二十八号下午 林下县公安局领导就发现 于林乡 引家吉乡 出现过几个可疑的人 一个老头 矮矮胖胖的 一个老太太 背着个两三岁的小孩 还有一个年轻点的媳妇 但是 到底他们去哪了 并不知道 一说矮矮胖胖一老头 您各位自然能想出来是谁 对吧 林下县公安局呢 立刻向前来坐镇指挥的 周公安局副局长 喇正义汇报 并且通过喇局 向周公安局和武警支队 请求支援 等于 周公安局这两位副局长 喇局和马局 分别带领着兄弟 在追捕逃犯 这是多县作战 当天晚上天黑之前 于林乡 隐家吉乡就被周县公安民警和武警 封锁控制住了 在乡村干部的配合之下 民警呢 在一些重点村子开始搜查 晚上九点左右 民警啊 开始在于林乡 唐家湾 逐门逐户的搜查 从晚上九点 一直搜到了后半夜 都没见着罪犯的踪影 搜到了凌晨两点 还是没有 搜到了凌晨四点 这才从一家老百姓的被窝里边 认出来了马他黑的妻子 陈弥杰 各位 咱刚才说了 一个矮胖的老头 一个老太太 背着两三岁的孩子 还有个年轻点的媳妇 陈弥杰应该是那个年轻点的媳妇 但是 那矮胖老头马海必捕 和他的老伴敏露 到底去哪了呢 通过审讯 陈弥杰说 白天的时候啊 跟他们走散了 这也意味着 马海必捕夫妇 不会逃出太远的 这老两口 很可能 躲在哪个草垛 或者嘎栏里边 此时啊 天已经亮了 民警们也顾不上吃早饭 又继续在村里村外 在荒山野岭上四处搜寻 到了中午十二点 一个老乡说了 见着一老太太 背着个娃娃 提着个包袱 到蚂蚁岭那边去了 民警一听 立刻沿着山路 爬上了蚂蚁岭 果然发现有一个老太太 背着一个娃娃 在远处向前慢慢的走着 已经快接近下一个小山村了 这个人是不是马海必捕的老伴敏露呢 不管是不是赶紧追啊 让他躲进村子更麻烦了 民警一边追着一边喊着敏露 那老女人愣了一下 也没回头 也没吭声 加快了脚步 接着朝那小山村赶了过去 民露站住 这时候啊 有民警赶上前去 掏出枪来 一下子拦住了这个老太太 民露 民露 我不是民露 那个老女人 把头扭向一边 打了这么一句 背上的那个娃娃 也就两三岁 在那娃娃大哭 这时候 警方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民露 拿出来民露的照片 这么一对 那他是不是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察呢 发现了一个老女人 后边背着一孩子 随后 拿出来民露的照片 这么一对 嘿 嘿 没错 这就是杀人凶手 民露 这时候啊 警察抱过来孩子 把民露 领进村里 医护人家 就控制住了 立地审讯 这民露啊 也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但是 就是不交代 他的老头子 马海碧谱去哪了 一口咬定 不知道 我没见过他 你不要抵赖了 于林乡的老百姓 两天前 还见你跟马海 避布在一起呢 这时候民露说 两天以前 我确实跟他在一起 听说公安局追得紧 一天前 他甩掉了我 一个人走了 到底去哪了 我确实不知道 马海避布啊 啊 带着一家子人 这算是走上绝路了 危急关头 老伴也不要了 一个人就跑了 这个69岁的老狐狸 太狡猾了 1月30号 马局呢 派出了三个小组 在新营乡和买家级调查 要求尽快查清逃犯的 准确逃跑方向和路线 1月31号深夜 在新营乡清真寺调查的时候 买家级 有一个老百姓反应 有七个带着凶器的陌生人 沿着亚当河 进入太子山了 可能已经过了香水河口了 再问问这乡亲 这几个人长什么模样啊 随后这乡亲一五一十 这么一说 听着这体貌特征 很像是马海必捕的五个儿子 还有两个孙子 马松松和马赛飞游 在新营乡政府指挥的马局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经过分析 料定这七个人 必然是那七名杀人主犯 于是2月1号 凌晨3点发出命令 在新营乡 买家吉乡 调查搜捕的全部民警和武警 立即到乡政府集结 凌晨4点 集结完毕 马局把公安和武警混编为四个小队 每队十来个人 队长呢 由公安局科长担任 副队长呢 由武警军官担任 宣布追捕方向和任务之后 马局又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 公安和武警要团结一致 全力以赴 抓获罪犯 第二 不许点火 不许出声 没有命令 不准开枪 第三 一定要保证武警和民警的安全 发现罪犯一定要勤获 如果罪犯暴力拒捕 可以由队长发布命令 进行射击 就地击毙 早上五点左右 四个追捕小分队 依次出发 沿着河逆流而上 向着太子山深处搜捕 州局行政科副科长姚峰 带领着第一小队和一条警犬 走在最前面 到了六点半左右 追到了香水河口 这时候就看见哪 有一堆燃烧过不久的灰烬 警犬在周围闻着味道 姚科呢 找来附近草棚子里边的牧羊人 进行了仔细询问 这位老人家说呀 夜里有七八个人在这烤过火 当时一辆进山拉柴的手幅拖拉机 陷在香水河沟里 请他们帮忙 他们还不理 有一个人还挺凶 怎么着 你们看我们像帮忙的人吗 这时候姚科赶紧问老人家 那他们朝哪儿去了 哎呦 他们那么凶 我没敢看 他们哪 八成朝亚当河走了 烟血抄香水河到四家沟那边去了 这个呀 我可说不准 正说话的时候 马菊赶过来了 马菊认为啊 罪犯沿着亚当河进太子山 经过拱北翻越山顶 逃向甘南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而沿着香水河去四沟的可能性 是比较小的 马菊果断下了命令 一二三队 沿亚当河搜索前进 四队 沿香水河搜索前进 我带指挥车 在这里守候 发现罪犯 及时向我报告 可哪知道 这警犬呢 卧在地上不走了 警犬训导员 动得脸都发紫 嘴唇在那嘚嘚嘚嘚的 怎么拉那警犬也拉不动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一天呢 零下三十二度的天气 警犬都动坏了 都不动了呀 姚科呀 只好先带着十来名公安和民警 先行搜索前进 一个小时之后 一道山崖 把山路一分为二 左侧的一条路 沿着牙当河进了山沟 右侧的一条路 沿着山梁盘旋而上 时隐时线的 这两条山路啊 都有积雪 看那样子 好像都有人走过 姚科长带着一小队 朝右侧山梁的小路追了过去 因为这条路直达山顶的拱北 可以翻越太子山 河正县公安局 丁局长带领着第二小队 朝左侧山沟里的小路搜寻而去 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左右 姚科长带着十来个人 到达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附近 远远的就看见呢 前边有个山洞 给他们带路的有一位猎人 这位猎人朋友啊 指着那山洞说 那个山洞大着嘞 能藏十来个人呢 夏天呢 大家到拱北朝拜 来来回回的 都在那里边歇脚嘞 姚科长一听 那罪犯 也有可能藏在里边啊 于是命令八名干警和武警 从两翼包抄过去 自己呢 带着俩人正面诱敌 大家呀 捏手捏脚的前进 绕过了黑次林 马上到山洞门口了 呼啦吵 一下子都冲进去了 这么一看 呼 一个人也没有啊 紧张了半天 依然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啊 有一位民警同志 因为高原反应太厉害了 哇哇的就吐了起来 姚科长呢 只能下令 让兄弟们呢 在洞里边休息一会儿 高反不严重的 立刻到洞外边 找柴草生火 一名武警 找柴火的时候就发现 对面差不多隔着 一百米左右 有个半山坡 这半山坡上 有几个牧羊人 废弃的草棚子 看上去似乎 里边有人 他立刻 把姚科长叫了过来 姚科长 躲在一块大石头 后边观察 果然看见草棚里边 有人伸了一下头 又缩回去了 他立刻命令 一小队 呈扇扇形 向草棚包抄过去 然后 用对讲机呼叫 前面发现 可疑人员 请后续部队 迅速赶上 对讲机里面 又传来了 马局的声音 二队 三队 四队注意 迅速向一队靠拢 迅速向一队靠拢 姚风注意 断定情况 果断处置 这时候啊 从草棚里边 窜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 拿着一杆土枪 那么 这人 到底是谁 是不是 凶暗的匪徒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此时此刻 从草棚子里边 窜出来一个 拿着土枪的人 为了赶紧 弄清楚情况 姚科长 从石头后边 一闪声 可就站出来了 哎 你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是公安局的 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是 干男的藏民 这个人 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 姚科长 可就举起了枪 草棚子里边啊 同时 又窜出来了几个 拿着斧子 拿着棍棒的人 看样子是要跑 姚科长一看 别说了 肯定是逃犯啊 立刻下令 鸣枪警告 在他身边的 武警的张队长 立刻拿出枪来 朝着天上 啪啪两枪 哎 这两枪过后 草棚子里又 窜出来俩人 打算一起跑 姚科长这时候 拿出对讲机报告 报告马局 报告马局 目标已确认 全部要逃跑 马局这时候 果断命令 全力抓获 这时候啊 拿着土枪那逃犯 砰的一枪 朝着姚科长 就打过来了 得亏啊 这一枪没打准 旁边的武警 民警官兵 立刻开枪还击 这边是砰砰砰 那边是哒哒哒 那边是噼里啪啦 反正各式各样的枪 一块向着罪犯开 罪犯当时就倒下俩 剩下五个 一拐弯还接着想跑呢 姚科长这时候下令 停止射击 抓活的 到了草棚前边 见一个逃犯 腰部啊 中了两枪 侧身 躺在雪地上 姚科长 手枪的枪口 对准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马侯吉 他是谁 姚科长 指了指旁边 头部中弹的 另一名罪犯 马哈迈 马侯吉 马哈迈 这是马哈迫捕的 大儿子和二儿子 嘿 这一下 同时可就制住了 两个核心的罪犯 姚科长 立刻用对讲机 向马局报告 同时命令一名武警 到高处警戒 两名公安民警 继续搜查其他罪犯 保护现场 姚科长他们 掀起来马侯吉的时候 发现这马侯吉的腰上啊 还有两把枪呢 一把土质手枪 还有一把六四式手枪 正是他们抢的马胜军所长的那一把 这边翻着呢 那边啊 马局又在对讲机里命令了 姚风 姚风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连续作战 继续追击 是 马局下达完命令之后 又要求州公安局迅速派法医赶赴太子山 进行尸检 还有现场勘查 太子山顶大冷的天 姚科长带着一小队人马 把大衣 饮料 什么干粮 全都扔了 必须要轻装剪从 这才能追击逃犯呢 在山坡上 时不时的能发现逃犯 慌慌张张之下 丢弃了衣物 追到了一处陡峭的山下边的时候 发现五名逃犯 已经爬到半山腰上了 姚科长他们 立刻开枪射击 这逃犯呢 也躲在半山腰一块石头后边 用他们那土枪还击 但双方啊 都因为射程太远 谁也打不着谁 姚科长这时候 就打算带人强攻 绝不能放过他们 结果这几个罪犯太狡猾了 他们是居高临下呀 那半山腰上 好多大石头啊 祸 一下子 就推下来一大块石头 紧跟着一块又一块 啪啪啪的 可就砸下来了 有一名武警 因为冲的太猛了 没闪过去 被飞来的碎石头 就击伤了头部 这时候姚科长 命令一名武警 冲到对面山坡 掩护进攻 等姚科长他们 冲上山顶之后 那几名罪犯早不知道去哪了 姚科长啊 有坐骨神经痛的毛病 这时候疼的呀 坐地上也爬不起来了 但还是 坐在地上用对讲机 向马局汇报了情况 这时候马局命令 一分队原路撤回 二分队 三分队 继续追捕 一名民警 背起来姚科长 给他们带路的是一名老猎人 可热情了 帮着战士们 抱着大衣 朝着太子山下就走去了 可是 那么高的海拔 那么冷的天气 再背着一个人 这吃不消啊 背姚科长的民警啊 半道上累的哇哇就吐起来了 其他的民警同志 又接力背起姚科长 一步一步 朝山下挪过去 此时啊 不光姚科长不舒服 总指挥马局 因为扁桃体急性发炎 又发烧 嗓子也哑了 说不出话来 但还是啊 不断的向州局汇报情况 同时呢 也在制定着一本又一本 追捕逃犯的方案 第一 迅速派警力赶赴临下县 盘坡崖口 进行搜捕 第二 请省公安厅通知甘南州公安局 连夜派警力堵截 第三 派民警迅速赶到临下去甘南的药道 稀土房那设卡堵截 第四 派临下市公安局 迅速赶到香水河口之远 下午五点左右 临下市公安局教导员陈作真 带着十八名民警同志 赶到了香水河崖口 马局向他们交代 你们呢 立即上太子山 追击逃犯 当天晚上白天去追击的那四个小分队 都撤回到何正县休息待命 勘察现场进行尸检的技术科民警 可下不来啊 现在是他们忙活的时候啊 在山上整整忙了一夜 夜里的时候 头部中弹的罪犯马海迈 还是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马局估计罪犯呢 有原路返回香水河的可能 于是啊 在重病之下 带着三名公安干警 留在香水河 就在那露天守候着 大冷的天啊 晚上啊 哎呀 恨不得哈口气 立马都成了冰茶子 马局两条腿动的呀 都没知觉了 只能把大衣脱下来 用柳条 把袖子口给勒住了 勒紧了 两只脚呢 伸进袖子口保暖 为啥脚要伸到大衣里呢 因为旁边还有一个负责他安全的同志呢 也动得够呛 马局那双皮鞋呀 戴毛李子 就为了把皮鞋脱下来 让旁边那个同志换上 要换鞋的时候 这个同志啊 刚要脱 马局 我脚动住了 鞋脱不下来 原来呀 这个同志穿的解放鞋 袜子跟脚 动成一块了 费了好半天心 这才脱下来 司机呢 也得一趟一趟的发动警车 因为呀 这车要是彻底凉下来 这么冷的天 你再想发动 可就不容易了 为了保证随时能够出发 警车必须半小时发动一次 但是到了第二天 这么一看 嘿 这一宿过去了 警车呀 还是被动得里里外外 都是冰茬子 马局呢 也动得爬不起身来了 三名民警 一起呀 把马局 驾到了一个 稍微能晒着太阳的地方 取取暖 冰这一话呀 哎呀 大家这个难受啊 是手也疼 脚也疼 一股钻心的疼啊 马局这时候啊 跟几名同志说 这里没情况了 走吧 到临下县 盘坡坝口去 那边可能有情况 说完了 马局 挣扎着坐上了那辆 北京吉普212 带着三名民警 翻山越岭的朝着临下县 赶了过去 这几名逃犯 又逃到哪儿去了 这一次行动 能不能 把他们成功抓获 咱们呢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2月1号中午的时候 那五名罪犯 从太子山顶逃跑之后 临下州公安局副局长 拉正义 就立刻按照州局电话指示 带领州局和临下县公安局民警 在甘南西土房子 东干河口 西干河口等八处地点 设卡堵截 临下县公安局副局长 亲自带领四名民警和两名武警 赶到多枝八沟 搜捕逃犯 这多枝八沟啊 很长 45里地长 在那沟底下 乱石临巡哪 还有河呢 河也冻成冰了呀 您就想吧 这路得怎么走啊 开着车进去的 但是走了不多远 让石头挡住了 那怎么办呢 他们呢 只能是下车 从附近的牧民那 租来了三匹马 这三匹马呀 由刑警队长拉着 就在这沟里边 一步一步的挪着 再往前走 走着走着 又遇到了冰坎 就那冰啊 都冻得老高了 根本过不去 三匹马 爬不上去 怎么办 那没办法啊 马也只能 先舍弃在这 几个人呢 只能是一步一步的 步行前进 又走了 这么十来里地 因为高原反应 两名武警 和一名民警 累的呀 爬在雪地上 直喘气 说什么 也走不了了 带队的领导呢 也在那是步履为奸呢 也得亏是大伙走不动了 一个亮相差点摔了一跤 就这一跤 嘿 又重要发现了 雪地上有一片泛黄的痕迹 仔细这么一看 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人撒下来的尿 而且尿过的时间不太长 一下子 带队领导也来精神了 兄弟们 走啊 快吹啊 就在前面了 说就在前面了 这一走 走起来没完没了的 又走了三十来里 天啊 也要黑了 大风 哪是呼呼的吹着呀 这个冷啊 就在这时候 看见了一个放羊的老人 头上呢 戴着白帽子 带队的领导 上去找这老人家打听 老人呢 一看这几个人身上 穿着警服呢 还带着武器呢 你们是公安局的吧 哎 上午啊 有四个人 从山上窜下来 还抢了我点吃的 又带着斧头什么的 就上山上去了 我看着呀 像火土匪似的 这时候 带队的王国忠局长 走上前 递给了老人一根烟 给他点上 老人家 那是火杀人犯 能不能 给我们领个路啊 没问题 有你们在 我不怕 这老人家呀 特别爽快的 就答应了 也没想任何条件 带着这战士们 就往前走 天是越来越黑呀 大家走的气喘吁吁 但这老人家 别看岁数不小了 人家在这土生土长啊 对这可熟了 走的呀 那是大不流星 老人家 您身体是真好啊 比我们走的还快呢 嘿嘿嘿 天天在这走 走习惯了 大家呢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着 走着走着 老人家停下来了 手就指着前边 哎 你们看 有人 在那个帐篷里 顺着老人家的手 王菊一看 前边不远处的雪地上 有一个牧羊人的那种毡房 仔细一看呢 那毡房顶上还冒出来了青烟 这时候王菊果断下令 包围那座毡房 刑警队长周宾臣 拿着手枪带头就冲上去了 离毡房是越来越近 突然间哪 一个黑影 蹭的一下子 可就蹿起来了 朝着山上就跑 周队在后边就问他 什么人 站住 那黑影的才不听话呢呀 蹭蹭蹭的 就来回蹿 刚刚赶到的战士宋世鹏 端起来了威星冲锋枪 再不站住 我们开枪了 那个人呢 还是不站住 宋世鹏 朝着那黑影 叭叭叭叭叭叭叭 周队拿着手枪 也朝着山上就追了过去 紧跟在旁边的 另外一名战士 妥禁军 一不小心 哎呦 一脚 就踩进了冰洞里边 这时候啊 就听见 罪犯从山上 又用了那一招 往下推下来了 一大块巨石 带着乱飞的碎石头块 轰轰轰轰的可就滚下来了 一块石头啊 擦着王菊的头皮可就飞过去了 这时候王菊一看 哎呦 老人家在旁边呢 这么黑的天 怎么能看见老人家呢 因为头上戴着白帽子呀 格外的显眼呢 王菊一把 把这白帽子抓下来 塞进口袋里 不能让敌人 发现这老人家 给老人家带来无谓的危险呢 与此同时 大家冲进帐篷 帐篷里边啊 有一人 谁呀 马松松 咱们之前提过 正在那呼呼噜噜噜的睡着觉呢 三下五出二 把他就靠了起来 缴获了土枪一支 斧头一把 剩下的几个人 分别是马安友 马嘎萨 还有马嘎伟 这三个人呢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再一次逃脱了 尽管如此 这次行动还是有所收获的 毕竟逮着一个呀 再来说马菊那边 马菊他们带着人 不是要赶到临下县 盘坡崖口那儿吗 但是啊 山路太难走了 那车过不去 马菊他们呢 雇了老乡的四匹马 准备骑马去甘南的稀土房 找拉正义副局长 商量微捕堵截逃犯的事情 在山上啊 走了好一段 见几个老乡 从对面过来了 马菊他们一看 赶紧下马打听 老乡 怎么了 哎 前天晚上啊 有几个人 从多汁八沟里下来了 拿着土枪 斧头 啥的 我们听说 马家宝的人反了 马菊一听 就有点不高兴了 什么反了呀 老乡啊 那就是些杀人放火 欺负老百姓的逃犯 你们要是再看见他们 赶紧报告政府 是的 我们最恨的就是欺负老百姓的人 要再见着他们呢 我们一定报告政府 马菊 这时候一琢磨 兄弟们 走 咱们赶紧到多汁八沟去 旁边的同志有点不明白了 马菊 咱不是要去找拉菊吗 不去了 抓逃犯要紧 你啊 赶紧到大草滩 租八匹马 迅速到西土坊接拉菊他们 让他们也赶快到多汁八沟 要快 得嘞 明白了 马菊他们呢 骑马掉头 连夜赶往多汁八沟 正走着走着呢 就听见有人哪 从沟里出来了 马菊很警惕的就问谁啊 那边就回答 临下县公安局的 马菊他们这边 打开手电 啪啦一招 果然 见王国荣副局长他们 正压着逃犯马松松 向他们走了过来 马菊赶紧上前 握住王菊的手 王菊 你们干的不错 马菊啊 没想到 你们会深夜赶来啊 哎呀 行了王菊 咱也别客气了 赶紧到乡政府去 突审罪犯 二月四号上午 在临下州公安局会议室里 局长马世忠 副局长 喇正义 马菊 还有武警支队的队长 周敬仙 参谋长张国祥 政委 王福海 所有的领导 都在地图前 研究抓捕方案 马菊提建议 我个人建议 立即抽掉临下州 全部能抽出的公安民警和武警 全面搜索多汁八沟 重点搜索多汁八沟以北的机关令 武警支队的政委 王福海 王政委说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武警支队的队长 周队说 我们呢 估计能抽出一百多人 州局的局长 马世忠一算 加上全州能抽出的公安民警 有二百多人 可以 就这么定了 立即行动 一时间哪 多知八沟 处处都能看见公安和武警战士 都是全副武装 机关领上 公安民警 武警战士 也在一寸一寸的搜索着 其中啊 熊兵熊局长 带领着一队人马 在曼鹿乡马村附近呢 这时候一个群众跑过来举报了 那这名老乡要举报什么重要线索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马村有一位乡亲赶过来举报 同志 村边草舵里 有个外乡的小伙子一直睡觉呢 村里人都不认识 熊局一听 赶紧带上几名公安和武警 向着马村赶了过去 果不其然 草舵里一小伙子呼呼睡着呢 老百姓啊 远远的看着谁也不敢靠近 不知道这什么人呢 熊局带着人拿着枪赶了过去 好些个老百姓 看热闹呗 就跟在后头 起来 起来 别叫 我再睡会儿 起来 这时候小伙子勉强睁开眼 一睁眼 别的没看见 先看见一警察 警察手里有枪 枪对着自己呢 哎呀 吓了一跳啊 一下子就行盹了 你是哪个村的 曼璐乡 牟家河的 这时候 熊宾呢 转过头来 问围观的村民 你们谁认识他呀 不认识 没见过 对呀 没见过这么个人呢 牟家河 我熟啊 我也不知道牟家河 有这么个人呢 反正大伙七嘴八舌的 就回应着 这时候 熊宾就发现 这小伙子上身上 还有血呢 你这身上的血 是哪来的 阿爸打的 呼啥巴刀 你身上 怎么没有伤呢 这时候 有一个民警 留了个心眼 已经拿出来照片 跟这小伙子对照着呢 我看到 他像马海逼捕的 老三 马鞍有 熊宾一听 绑起来 几名武警 立刻把这个人 倒背双手 就捆了起来 说 你叫啥 这回这小伙子 也不自声了 低下头来 就当听不见似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这小伙子才说 我叫 马赛飞游 马赛飞游 是马海逼捕的三儿子 马鞍有的儿子 三天之前呢 从太子山逃跑之后 玩了命的逃窜 实在累的不行了 这才躺在这个草垛里边睡着了 他也不知道 其他人都去哪了 咱们再来说 在太子山机关岭 搜寻的二百多名民警和武警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找了一天一夜 确实也没找见 马安友 马嘎伟 还有马嘎萨 这三个人的踪影 于是 州公安局 决定改变搜捕策略 2月5号 州公安局下来了指令 抽调精干民警和武警 30余人 由马特副局长指挥 兵分四路 进行重点围捕赌截 当天晚上 马局带着一个搜捕组 就出发了 到了新营乡铁钩 重新开始调查 整整五天五夜 四个组的同志们 搜遍了太子山方圆 几百里的勾勾零零 还是没见着逃犯 这时候马局估计 罪犯很可能逃出太子山 封锁圈了 于是啊 从临下县叼齐乡 赶回州局汇报 马市中局长 再次下达命令 由马特同志 负责继续追捕 五一前 罪犯抓不回来 我这个局长 我也不干了 我辞职 马特局长一听 压力很大呀 我的马局辞了职 那我这个马局 那我也得辞职啊 立刻派出 何正县公安局民警十人 在陷阱之内 调查逃犯线索 他自己呢 则亲自带着八名民警 在全州范围之内 摸牌情况 这边摸牌着 此时此刻 临下县公安局 正在跟踪追捕 马海逼捕 马海逼捕的老伴 敏录不是已经被逮着了吗 敏录被抓着的时候 马海逼捕已经逃出了 榆林乡到了隐吉了 在隐吉一个村子的私人诊所里边 有人呢 就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老汉 买了点西药又急匆匆的走了 这人呢 心里边有疑问呢 这是不是就那个穷凶极恶的匪徒啊 赶紧向村干部报告 等临下县公安局接到村干部报告之后 再派人赶过去 那个老头啊 已经不知去向了 那他去哪了呢 他呀 又逃窜到了 雕骑乡 雕骑乡 有他老熟人 谁呀 他原来的亲家 什么叫原来的亲家呀 马侯吉啊 原来娶过一个老婆 马侯吉不是马海逼捕大儿子吗 马侯吉原来那老丈人是叼齐香的 虽然说 自从两口子不在一块了 这亲家双方自然也没联系了 但毕竟关系还算凑合吧 没有因为孩子之间的不愉快 导致双方老人也闹得那么不愉快 再说了 这种过了气的亲家关系 一般公安局也不会在意 因为在咱们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面啊 说小两口都再见了 那老亲家双方 基本上这辈子没什么见面机会了 果然 马海逼捕逃到这前亲家家之后 就被窝藏起来了 周围的乡里相亲的呀 也没注意 尽管这样 这马海逼捕啊 心里还不踏实呢 2月3号下午 改变了一下穿着打扮 又让前亲家的儿子 也就自己大儿子的前小舅子 把他送到了马吉乡 到马吉乡呢 必须要过大夏河上边的一个吊桥 临下县公安局早就在这儿设卡盘查了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到了傍晚的时候 就看见呢 叼骑乡方向 走过来一老一小 俩男的穿的都挺新 手里边呢 像拎的是什么礼物要送礼的东西 到了关卡跟前 那个年轻的就跟民警说 我跟我爸到叼骑乡串亲戚去了 要赶回马吉 公安民警呢 见这小年轻说话对大如流 又是当地口音 也没怀疑 这么着放俩人就过去了 你看 这一下子 又让马海逼步逃脱了 等到第二天呢 马海逼步的照片和通缉令 才传到这儿 这时候 恰点民警一看 哎呀 这不 昨天的那个老头吗 怎么就放过去了呢 哎呀 后悔也不管用啊 赶紧派人追到马吉 马海逼步早没了呀 随后呢 警方找来了马海逼步 前亲家父子俩 但是你再问 也问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呀 这父子俩呢 倒承认 窝藏过这马海逼步 但一再说 这马海逼步很狡猾 分手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要去哪 公安人员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马海逼步肯定不会告诉他俩呀 这马海逼步啊 比他那几个儿子 比他那群孙子都狡猾 后来有人提供情报 说在莫尼沟乡 发现他踪迹了 等公安赶过去 哎呦 没了 又有人说他头天下午 向马尼四沟方向走了 那赶过去 哎 人没了 经过多方查询 这才知道 赶紧马海逼步 向基石山藏乡方向去了 半天之后 公安人员赶过去 自然而然也没了 太狡猾了 他一直啊 就在跟民警兜圈子 遇到老百姓的时候 就假装着朝一个方向走 等到脱离了老百姓视线之后 再立刻改变 朝另外的方向逃跑 现在公安民警在明处 他在暗处 你要想着找他 那是真不容易 民警啊 一路顺着这马海逼步 从藏乡追到了扑川乡 又从扑川乡 追到了银川乡 又追到了三角乡 一个乡一个乡的找下去 这时候 临下县公安局意识到 光靠民警追捕不行啊 得发动老百姓 参与到围捕堵截工作中来呀 于是抓捕马海逼捕的通缉令 连夜发到了临下县的每一个乡 当地老百姓知道这事之后 也都非常热情的提供线索 也帮助民警同志带路 有的呢 还给公安武警 做饭 做汤 给大伙暖和暖和 到了2月7号早上 又有人举报了 说马海逼捕啊 在三角乡 一个私人诊所里边 又去买药去了 随后呢 就进了沟 往坡头村方向去了 这回追捕组的公安民警 能不能发现马海逼捕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有村民举报 说看见马海逼捕 在三角乡的一个私人药店 一个私人诊所 又买了点药 然后啊 往坡头村方向去了 追捕的公安民警 立刻打电话通知坡头乡的 土桥派出所 发动联防人员进行堵截 为了把这马海逼捕引出来 武警官兵呢 也是全副武装 分成三个战斗小组 公开行动 就是为了让这马海逼捕 看看是怎么逮他的 一组啊 控制制高点 严密监视 一组呢 在村子里边大张旗鼓的 就故意的 动静弄的可大了 进行搜查 还有一组 就是把一些重点地区 重点关卡给他守住了 找机会来抓捕马海逼捕 那天中午在坡头乡 一个小山村的路边上 已经乔装打扮过的马海逼捕 在转移的时候啊 让一个联防人员堵住了 在那进行盘查 随后追捕的公安人员 从后边就赶了过来 马海逼捕一看 嘿呀 跑是跑不了了 哐唐一下 像贪烂泥似的 就坐在地上了 到现在为止 马海逼捕家这一伙子 凶徒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还剩下仨儿子 马安友 马嘎伟 马嘎撒 还有就是 马海迈的媳妇 马迈来 马安友的媳妇 马嘎白 这俩人呢 其实是亲姐妹 就等于是亲姐儿俩 嫁给了亲哥俩 据可靠消息说 出了事之后 这姐妹俩呀 动作可麻利了 都改嫁到了东乡县 东岭村一带 于是呢 警方立刻前去抓捕 到了东乡县才知道 马迈来 改嫁给东岭村 一个49岁的农民 马嘎白呢 嫁给了山梁子那边的 另一个农民 于是 东乡县公安局 立刻派人支援 兵分两路 连夜抓捕 一路啊 赶到东岭村 那时候已经是 晚上一点多了 在村支书的带领下 来到了 马迈来家的四合院外边 大门啊 关的是严严实实 公安呢 只能通过爬墙上了房 越过房级 从那房檐上 蹭蹭一下跳下来 这时候拿着手电一照 嘿 屋里床上 躺着一大一小俩女的 一问才知道 大的呢 是马迈来 小的呢 是马迈来改嫁之后的 这个丈夫的女儿 警方呢 立刻控制住了 马迈来 以及 马迈来 现在的这个丈夫 一起带到了 东乡县 公安局审问 原来啊 马迈来 和马嘎白 是十多天前 要饭 一路要过来的 见人就说 自己死了 丈夫 49岁的 后来的 这个丈夫啊 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反正就信了呗 就感觉 这姐姐 马迈来 看着也挺好 自个儿又没媳妇啊 这就收留了 姐姐 马迈来 就算自己的媳妇了 哪知道 这媳妇娶了 刚九天 就被抓着了 警方看这丈夫 的确不知情 就又把他给放了 马嘎白呢 也被另一路民警 抓了回来 这姐妹俩呀 这都是那次 暴力行动的参与者 于是 州公安局指示 把他俩就地 关押在东乡县 看守所 这一下 又抓俩 现在主要的 就还剩下三个 马安友 马嘎伟 马嘎萨 哎呀 这三个人到底去哪了 一点线索也没有啊 您别忘了 咱之前说了 州局的局长 立了军令状了 抓不着他们仨 就辞职不干了 同时呢 也给各个县公安局 下了指令 在哪个县出了问题 哪个县 负责任 那谁敢负这责任呢 负责指挥抓捕的 是马副局长 断断续续的呀 就听见在老百姓里边 有些风言风语的 就说呀 嗨 那马特跟犯罪分子 是一个家族的 太子山上啊 是那个什么马局啊 故意把他们给放跑了 哎 听说了吗 是那什么马局啊 把公安的服装 借给罪犯去云南贩毒 罪犯家里查出来的毒品 就是证据 他跟犯罪分子有联系 让上级察觉到了 给他免值回家了 尽管知道这都是假的 但马局的心理压力很大呀 要是罪犯 不赶紧抓住 老百姓们 这日子呀 就没法安生的过 再者说 那马海必捕一家人 确实跟自己 算是同宗同族 只有抓住他们 才能消除老百姓 对自己的误解 三月中旬的时候 马局亲自带人 赶到了西宁 调查三名逃犯的线索 临走的时候啊 怕供款不够 本来呢 自己儿子要买车 把这钱也带上了 他估计啊 逃犯呢 对东部地区不熟悉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不会往东跑 那应该往西跑 往西跑哪呢 去西宁的可能性很大 但在西宁 整整调查二十天 也没结果 马局之前那扁炮体发炎 一直没好利索 这回啊 更是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又一次的发烧了 大家呢 赶紧让他先回州里看病去 四月十二号晚上 马局啊 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检查完之后 就跟把他送进来的副科长 杨敬业说 病人是你们什么人呢 这是我们领导 我们马局 让他马上住院观察 打掉针 你们的人不要离开 太严重了 来得太晚了 免得出意外 马局无奈之下 那只能是住进医院呢 就在挂着水的时候 又有老百姓打电话 举报情况 看见了马安友 马嘎伟 马嘎萨 这三个人 这才打长途电话报告 可哪知道 于是啊 警方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带着几个人 开车赶赴西宁 四月十三号上午 大家呢 赶到了这个群众提供的那个小旅店 这一查 嘿 又再一次擦肩而过了 马安友他们三个人已经退房走了 去哪 不知道 马局听到这情况之后着急啊 行了 别住院了 赶紧出去吧 赶回了马家宝老家 准备第二天亲自去西宁 当天晚上一点钟 一名知情人来到马局家里 马局也着急啊 也生气啊 问他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人今天上午赶到西宁 罪犯又跑了 那个知情人就说呀 哎呀 那三个人我确实看见了 还跟他们在西宁 周嘉全饭馆里边 一起吃的饭 啊 那当时你们都说了点什么呀 马安友他们问我 他们家的人抓住了几个 我说大概十七八个了吧 他们还问他们的媳妇呢 我说也都抓着了 马安友问他们的孩子们 我说你们那孩子们 公家给你们养着呢呗 他们还问我你干啥呢 我说我一直没见着你 那你没问问他们都干啥呢 我问了 他们说呀 在七道粮 挖了四十二天沙子 挣了一千二百多个钱 这才到了西宁 他们还说呀 想了解了解公家 怎么处理抓住的人 要是杀了他们父母 他们就回老家报仇呢 哎 我说马局啊 咱都是乡亲 我跟你说个私心话啊 你公安局里那差事别干了 你干点其他工作 你要不赶紧就走 要不然他们再回来 你跟你儿子都得让他们杀了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的马局 四月十四号 带着州公安局七名民警 赶到西宁 与之前的那个工作组 会合了 在西宁市公安局的配合之下 查了大大小小九十多个旅店 根本就没有那三个逃犯的踪迹 马局他们研究了一下 还是得兵分两路 一路直奔格尔木 格尔木呢 人员复杂 流动性很大 有不少林下人 罪犯去那里 潜藏下来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路啊 马局带领着 留在西宁 继续巡查 防止罪犯还藏匿在西宁 或者经过西宁返回林下 两路呢 要一直密切沟通 及时的配合支援 联络地点 就设在了一家 个体户的小旅馆里边 这也算是秘密地点 又过了一周的时间 4月21号下午5点10分 马局啊 又在外边查了一天 回来之后 问这个小旅馆老板的孩子 来电话了吗 来了 说什么了 说让你带上十万块钱 十个机 到格尔木去 什么 十万块钱 十个机 马局莫名其妙 这什么意思啊 这兵分两路 要十个机 烧机啊 炖机啊 烤机啊 十万块钱干嘛呀 这一琢磨 琢磨过来了 因为这个老板的孩子呀 普通话呢 也说不利索 也听不太明白 很可能是十万火急 就把这十万火急 理解成了十万块钱 加十只机 哎呀 不是 你呀 差点误了大事 马局 赶紧带着手底下的弟兄 开着那辆北京吉普 火速赶往格尔木 那格尔木县局长那边 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马局 弄清楚了那十万块钱 和十只机是怎么回事之后 赶紧带人连夜赶往格尔木 路上啊 经过西宁市中心的一个大十字路口 直前的交警 拦住了马局他们的吉普车 马局 加上手底下七个弟兄 八个人 那吉普车 只能乘坐五个人呢 这超载呀 交警拦下来 下来下来 全都下来 你们严重超载 罚款二百 再另写一份检查 马局 看见把工作证掏出来 给交警递过去 同志 我们是临下州公安局的 现在要去抓捕公安部通缉的三名要犯 是紧急任务 不能遗物 请你原谅一下 交警拿过来马局工作证 看都没看 你执行的是你的任务 那我执行的是我的任务啊 我不管 哎呀 我说 这个同志 怎么不讲道理啊 你们公安厅的会厅长 我刚才向他汇报过 你不能一物战机 跟着马局的七个民警 也围了上来 把工作证一把夺过来 扔下了一些随身携带的通缉令 马局 走 别管他 马局呢 也不好意思 哎呀 那什么 等我们抓了罪犯回来 我再给你交罚款去啊 随后 几个人又挤上吉普车 直奔格尔木 就在马局他们往格尔木赶去的当天晚上 正在格尔木的那一路民警 在一家回民小贩馆里边 抓捕了一个重要罪犯 马嘎尾 那天哪 八点来钟 天快黑了 正是格尔木人吃晚饭的时候 那家小饭馆呢 人来人往的 知情人就说呀 很可能 他们会在那小饭馆里 于是啊 那边带队的局长 县局长 带着人 把这饭馆就围住了 让一个民警 装成老百姓 跟那知情人混进了那个饭馆里边辨认罪犯 这民警进到饭馆之后 要了一碗牛肉面 一边吃 一边就开始四处看呗 看这几个人呗 就瞅见案板前边 拉面的那个师傅 很像是马嘎尾 为了确认对方是不是马嘎尾 这民警呢 还用格尔木的方言 跟那拉面师傅喊了一句 拉面师傅 太粗了 下一碗 拉细点 这拉面师傅一边答应着 一边扭头 看了他们一下 这回民警一看 没错 就是他 就是那个杀人犯 马嘎尾 这民警一边吃 一边盯着这马嘎尾 就怕他跑了 吃完饭 走到门口 像等在门外的县局长 他们使了一个眼色 随后几个民警 冲进饭馆 没等马嘎尾反应过来 把他扑倒在地 戴上了手铐 这一下子 饭馆里边炸了锅了 大伙吃的饭 怎么回事啊 有人就想着往门外边冲 这时候 一名民警拿着枪堵住门口 谁也不去走 回原地坐好了 随后 县局长他们 从马嘎尾的提包里 找出了一只手枪 仔细一看 这正是马嘎尾 从牺牲的侯局长身上 抢去的那一把 随后县局长 带着几名民警 押着马嘎尾 到了旅馆 去突审他去了 留下了几名兄弟 继续在小饭馆里边布空 就在这儿等着马安友和马嘎撒 在旅馆里边啊 县局甭管问什么 这马嘎尾是什么也不说 给县局气的呀 你再不说 你再不说 我把你逼在这儿 马嘎尾这才说话 马特爸来了吗 马局马上就到 你有什么话 我可以转告他 要我说 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只要你老实交代 马安友和马嘎撒的去处 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你尽管说 我要求 把我们送回老家墙壁 没问题 只要你说实话 这个条件 我可以完全答应你 我是何正县公安局局长 说话是算数的 马嘎尾这才交代 马安友和马嘎撒 在老板的工地上干活 不是很远 县局呢 立刻请求 格尔木的公安和武警 协助去工地上 抓捕马安友和马嘎撒 工地周围呀 很快就布防了 三道包围圈 最外边是格尔木武警 里边一层呢 是格尔木公安 最里边的是何正县公安 为了抓捕顺利 事先还雇了面包车 躲在角落 让工地老板呢 去叫正要下班出门的马安友 马安友也没多想啊 老板叫 那就跟着走呗 走出了二三十米 就被何正县公安扑倒 还没来得及挣扎喊叫呢 就被塞进了面包车 这时候啊 马嘎撒肩膀上搭着衣服 刚从大门走出来 准备回去了 又被公安民警呼啦超扑倒 戴上了手铐 至此所有的逃犯全都落网了 四月二十二号上午八点四十分 马局他们呢 赶到了格尔木 见三名逃犯都被抓住了 让县局长他们呢 连夜压着罪犯赶回何正县 严加看管突击审讯 公安部得到消息之后 也立刻发来了贺电 看着这贺电 凡是参与一二五大案侦破 抓捕工作的民警和武警官兵 都激动的不行了呀 八十六天哪 八十六个日日夜夜呀 一个好觉没睡呀 一顿饱饭没吃着啊 尽管这八十六天 苦累 甚至不少同志 生了病 受了伤 但毕竟把所有的罪犯 全部抓住了 这是让他们无比兴奋 无比高兴的事情 最终 经过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判处一二五大案的杀人主犯 马海碧补 民路 马安友 马嘎伟 马嘎萨 马嘎英 马赛飞游 马松松 共八人死刑 立即执行 判处马他黑 马黑麦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其他的罪犯 分别判处无期徒刑 以及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个判决结果 是大快人心 年纪稍微大点的朋友 可能都经历过 过去那种公审大会的场景啊 这起案子呀 也专门开了一场宣判大会 哎呦 乌泱泱的人群哪 都等着在那 看这些恶魔 最终是一个怎样的处理结果 在临行之前 那马海必捕啊 这个主谋 这个恶魔 也后悔了 还在那指责自己的儿子 孙子们呢 我当初让你们不要打 不要杀 你们就不听啊 这时候啊 马安友 不耐烦的顶撞他的老子 马海必捕 都啥时候了 还说这些啊 反正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行了 别哭了 最终 八名杀人犯 在城外公路边 一块低洼的地里 跪成一排 被依法 执行枪决 行了 这个无比漫长的案子 就为您 讲述到这 您各位啊 也可以 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 说说您是更喜欢听 咱那种一两集就结束的短案子 还是像这种十几二十集的长案子 我呢 看见之后啊 也会想办法尽量的全部满足大家 行了 咱们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才会